長榮班機降落後 海關人員進行通關檢驗程序 9月26號早上6點13分 斯洛伐克贈送的AZ疫苗16萬劑抵達台灣 加上25號日本送來的50萬劑AZ疫苗 總共66萬劑 預計在29號配送到各縣市 並擴大開放到7月22號之前 打過AZ第一劑 間隔滿10週以上的52歲以上民眾施打 日本議員佐藤鄭九 更在推特發文表示 贈送疫苗還沒結束 將繼續提供必要的疫苗支援 預告還有疫苗將到貨 而除了AZ疫苗到貨量增加 108萬劑莫德納疫苗也將開打 至於存量最多的BNT疫苗 目前大約還有158.9萬劑 是否有機會開放AZ和BNT混打 來拼兩劑覆蓋率 指揮中心表示仍在研議 而秋冬季節來臨 指揮中心也同步公告 公費流感疫苗開打時程 預計分成第一劑 10月1號給醫師人員 65歲以上長者 等等共11類人施打 第二劑11月到15號 則開放50到64歲 無高風險的慢性病成人 但提醒民眾 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 最好間隔7天再施打 才不會有意料之外的副作用 記者楊世絮 所以宣傳太報導 法案 是否只要鬼祿 周治 2019分 每一次 預計 至少